汤洛文开跑车间男友下班,马国明背大带东西嫌朴素,以租房同居。 9月29日,据港媒报道,记者拍到汤洛文亲自接在男友马国明下班的画面,立马引起网友的关注。 当天下午,马国明结束工作后被等候在此的粉丝们包围。 一向友善的他,来者不惧,一一跟粉丝们合影。 与粉丝们合影完后,他准备离开。只见他穿着白色T恤,下身搭配牛仔裤,身后背着一大袋东西,打扮朴素男演气质。 已经48岁的他,头发浓密,身材匀称霉发浮,状态相当好,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一大姐。 这次出来工作,马国明没有开车,只见他走向停在路边的灰色跑车。 跑车的主人正是他的女朋友汤洛文,汤洛文特意来接他下班的,实在太贴心了。 不过,汤洛文没有下车,等马国明坐好后,他便开车走了。 两人应该会回到一起租的房子,毕竟已经同居了。 2020年6月,马国明与汤洛文公开恋情,还说已视对方为结婚对象。 由于马国明口碑一直很好,加上被前任伤害过,大家都希望他尽快结婚,于是不停催婚他跟汤洛文。 上个月,两人再次合体,汤洛文带着男友出席了爱回家剧组的聚会。 看得出来,他们已融入彼此的朋友圈。 事实上,不仅朋友,汤洛文的家人对马国明也很满意。 马国明与汤洛文如此相爱,又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,可谓天造地设的以对,祝福两人早日修成正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